涼桿幾圈 唐吉克的都買得到 28度 它很容易就結塊 然後摸起來是冰的 今天比較涼 因為昨天太風 現在室溫是28度 反正它的冰點很高就對了 然後你就可以這樣帶著 帶著去 帶著去 帶陽台 地獄這個溫度 它就會開始結冰 你甚至不用冰帶冰箱 它就會自己結冰 放在冷氣房就會結冰 這個有好多種口味 常買的是 最涼黑色那一包 打開 它薄荷的成分會發 會涼涼的 它回涼會涼得很久 如果大家瘦得涼的話 可以推薦黑色那款最涼 我買的這個是去油的 但我覺得每一個都有去油的效果 就是最涼黑色那一包是 放在身上 它的涼會持續一陣子 但是小孩會怕 無線電扇 它這個是充電的 你在陽台 常常家裡都沒有那個電源插座可以用 就可以用這個無線 可是無線電扇那麼多 我為什麼推這台 因為這台 它的這個 電池是工業用的 非常的強 不會說像 那個小的充電電池那種 風力那麼弱 你看喔 一小時 聽到聲音 很吵對不對 代表它真的風力吵 它的電可以持續三個小時 我不會大概陽台那麼久 打開 然後 這邊就可以充電 我買的時候才七百多 蝦皮油 我媽說她在菜市場看到 光一個這個桶 沒有電池 就要七百 我這個蝦皮馬 總共才七百 七百左右加運費 這比起那個 另一種電商 這個比較適合在室內 因為它的電池是 藍色那個一條的嘛 它的風力很弱 我覺得這種是適合在冷氣房加強那個 你缺不到的十字槳的作用 這一瓶是大罐的才兩百多 是幾末啊 兩百末 然後一百多塊而已 一百多塊而已 蝦皮油 我覺得跟一般的濃液不太一樣的地方 是它的味道沒有很濃 沒有那種 會病人害怕的香茅味 我覺得它比一般的那個啤酒 因為我們陽台 我們中很多植物都把蚊子訓練的免疫力很好 它對很多的牌子都已經膩了五感了 可是這個是我一直 從Chloe兩年前推薦我到現在 我都還在用這個牌 超佳優 它可以陪小朋友 然後 你要買的是大罐這種 因為大罐這種噴頭比較好噴 在陽台還有什麼困擾 可以告訴我 我去幫大家找